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推的西甲海外办赛 遭遇到了挫折 早在上赛季 就有西甲希望在海外办赛的消息传出 今年8月中旬 这项计划也最终得到证实 但自该计划公布之后 反对之声就一直问停 西班牙球员工会首先表明了反对的态度 并明确表示 不排除动有罢工的手段已是抵制 本赛季 西甲方面首先选定赫罗那主场对战巴萨的比赛已是海外 这也引起了黄马主帅洛培特级的不满 西甲所有比赛 利盈在基金场地举办 上赛季 黄马就在赫罗那主场爆冷输球 本赛季 虽在客栈赫罗那时取胜 但也是率先丢球 而后面一转 昨月接受采访时 特瓦斯还在敦促足协尽快对申请做出回复 但最终等来了否决的批示 据悉 在西班牙足协给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发出的回复函中 西足协明确表示 欧足联 国际足联与西班牙政府都对西甲海外办法不予支持 而据阿斯堡报道 西班牙政府方面认为 西甲海外办法的首场比赛 就选定了两支来自于加泰罗尼亚的球队 鉴于去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了政治风波 这样的对政安排却有不妥之处 西班牙政府的担忧 也得到了国际足联方面的认同 昨日 特瓦斯与西班牙球员工会主席阿甘索举行了会谈 阿甘索在会后表示 西甲方面提供的信息不足 而这也是西班牙足协博会申请的理由之一 在西班牙足协看来 海外办赛对西甲联赛的公平有所所害 对于俱乐部会员与转播权也同样存在影响 在回复韩中 西足协希望西甲方面应在海外办赛协议的法律 和同框下方面 给出更明确的解释 各位成立的解释 我可以做了这些原因 我们可以做这个原因 我可以做这个原因